韓國新聞 韓國新聞 嗨大家好我是卓 有注意韓國新聞的小朋友們 應該對這個新聞並不陌生 這是去年5月底的韓國新聞 韓國有一名20歲左右的少女 在清晨回家時被一名男子尾隨 被一路尾隨的少女有一點後知後覺 一直到女子進家門前都沒有發現有人跟蹤她 而且女子進家門時門關得快 否則男子差一點就闖得進去 那後果一定不堪設想 這個CCTV影片在韓國引起了軒然大波 大家也開始注意到獨居女生的安全問題 那為什麼今天我會提到這個影片呢? 原因是因為最近我在微信的朋友圈 看到我的學妹發了一則貼文 貼文上是這樣寫的 嚇死我了 隔壁洞突然有妹子喊救命 好像有人突然按密碼闖進她家 這則貼文在當時引起小小的轟動 但沒有人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隔天一早韓國的留學生新聞裡 就出現了這麼一則新聞 新聞的標題非常聳動 非法入侵、強姦未遂 凌晨1點的首爾 兩位中國女留學生的噩夢 原來在我家附近發生了 入侵、強姦未遂的案件 距離我家10分鐘的路程 有兩位女留學生 在學校附近合租了一個Tourence 今年5月25號 凌晨1點左右 兩位女留學生一如往常的準備進入夢鄉 突然他們聽到大門密碼鎖被打開的聲音 但是兩位女大生都覺得說 可能是同住了對方 出了門又回來了 所以並沒有起疑心 只是其中一名女大生 我們在這裡簡稱B女 她就意思意思喊了A女的名字 但A女並沒有給予任何回應 此時B女的第六感就突然來襲 她覺得事情有一點點的不對勁 但她沒有證據 只是心存懷疑 所以B女就從她的房間裡 隨手拿起一把刀和一把雨傘 緩慢的走出客廳 想要驗證自己的第六感 相比B女正躺在床上準備入睡的A女 神經就顯得比較大條了 她從頭到尾都沒有懷疑剛剛大門被打開的聲音 一直以為就是B女回來了 就連房門被打開都以為是B女進來自己的房間 隨著腳步聲越來越近 A女依然不宜有她 直到有一雙手撫摸在A女的臉上 A女才驚覺事態不對 猛然一睜眼才發現 站在床頭的並不是B女 而是一個戴著口罩的陌生男子 此時此刻拿著刀和雨傘的B女才剛走出客廳 覺得說奇怪為什麼玄關多了一雙男鞋 緊接著就突然聽到A女的尖叫 B女趕緊衝到A女的房間 想要拉開門 但沒想到門被反鎖了怎麼拉都拉不開 於是B女就對著A女大喊 姐姐門被鎖了打不開門 反應力很快的B女立馬衝到客廳拉開大門 並對著鄰居大喊 口罩男並沒有想到家裡還有其他人 所以嚇了一大跳 而且A女也開始跟著B女一樣大聲呼救 於是口罩男在慌亂之下 開始對著A女拳打腳踢 並用被子蒙住A女的頭 試圖讓A女閉嘴 按照A女事後的回想 口罩男使勁的把她往被子裡壓 感覺就是要把她往死裡推 A女與口罩男在一陣扭打之中 終於找到了機會衝出了反鎖的門 這時候口罩男覺得事態已晚 趕緊穿上脫掉一半的褲子跑走了 目前雖然警察已經鎖定了犯人 但並沒有抓到犯人 因此最近我一個人在家時都覺得膽戰心驚 因為畢竟我家和事發地點 距離只有不到10分鐘 前幾天我家的窗戶只是被風吹動了一下 我都嚇得趕緊全部大檢查 我真心希望這名口罩男可以快點被抓到 反給這附近一個平靜的生活 看完這則新聞我除了害怕以外 我也突然想到我身邊的朋友還有我也發生過類似的故事 先說說我朋友發生的事情吧 你們有看過韓國電影《門鎖》嗎? 這部電影是韓國前年拍的一部驚悚電影 沒看過電影的小朋友 我大概在這邊講一下電影的情節 這部電影是在講韓國的單身女子 雖然獨自住在韓國的公寓裡 但她的家中其實一直住著另外一個人 那個人會爬進女主角公寓的床底下 吃著女主角家的東西陪女主角睡覺 甚至還認為自己就是女主角的另外一半 大家聽到這裡應該會覺得 這就是單純的電影情節 但其實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 我在讀語學堂時隔壁班的女同學 發生過非常類似的事情 有一天隔壁班的女同學和她男朋友出去約會 約會到了尾聲 一如往常的男朋友送她回家 通常男朋友送完女同學回家後都會直接離開 但那天不知道為什麼 男朋友突然提議要去女同學家做作 在女同學家做的聊天到一半時 男朋友突然說 欸我肚子餓了我們出去吃飯 馬上 女同學就覺得很奇怪 不是才剛吃飽回來嗎出去吃什麼飯啊 男朋友就很堅持的跟她說 我肚子餓了你馬上陪我出去吃飯 立刻 女同學凹不過男朋友的堅持就跟她出門了 出了門後男朋友就牽著女同學的手 而且越走越快 越走越快 走到離女同學家一陣距離後 男朋友就跟女同學說 你家床底下有人 我看到了 他就在你床底下 隨後兩個人就馬上報了警 警察來了之後很順利的抓住 躲在女同學家床底下的陌生人 按照警察的說法是這樣的 躲在女同學家床底下的是一名流浪漢 因為冬天太冷的關係 所以趁著室下無人的時候 爬進了女同學家 為了怕女同學發現 所以選擇躲在女同學的床底下 她只是想要有一個溫暖的地方 但這些都是流浪漢單方面的說詞 她到底在女同學家待了多久 她到底想要幹嘛 真的只是單純寄句這麼簡單嗎 真正的理由沒有人可以得知 再來就是我自己的故事了 2016年年底我剛來到韓國 和我當時與學院的朋友 一起合租學校附近的Tourence 在故事開始以前 我大概介紹一下我住的房子 當時我住的是韓國的老式公寓 雖然房子的內部重新裝潢過 但是它就跟一般的老式公寓一樣 通往樓上的樓梯是蓋在外面的 而我住的房間格局是這樣的 床的側面是窗戶 窗戶的外面是樓梯 有一天晚上我睡覺睡到一半 突然感覺到眼睛有一陣亮光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這樣 雖然你眼睛是閉上的 可是如果你突然感覺到 類似於手電筒的亮光 你還是會有感覺的 被手電筒照到快要清醒的我 在半夢半醒間 還聽到一個男生很大聲的在唱歌 老實說他唱的是什麼歌 我已經忘了 當時我的韓語也不好 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唱什麼 所以我就被一陣光亮還有歌聲吵醒了 我醒來時往窗戶一看 有一個男生正蹲在樓梯透過窗戶盯著我看 用一個非常可怕而且猥瑣的眼神看著我 就這樣盯著我笑 好像很自豪把我吵醒一樣 好險當時我的房東有在我的窗戶加裝鐵窗 因為那名男子發現我醒來後 就很興奮的搖晃並拍打鐵窗 試圖要把鐵窗拆下來 老實說現在回想起來 我都覺得毛骨悚然 當時我整個人就愣在那裡 完全動不了 這樣說起來有點傻 我們在上課的時候都有教過說 遇到這種事情應該怎麼做 SOP是什麼 但是當我遇到時我腦子就是一片空白 什麼事情也做不了 最後因為鐵窗太牢固 而且那名男子用出的聲響實在太大了 住在樓上的人都開門出來看了 那名男子才奮而離去 經過這件事情以後 其實我心裡是有一點點陰影的 現在我獨自在家裡 就會一直盯著窗戶看 很害怕那邊有人 或是走在街上 我會不自覺的一直往後看 尤其是如果後面有男生 我就會一直看 一直看 看到那個男生自己都覺得很奇怪 前面那個女的怎麼那麼奇怪一直看我 其實我今天跟大家說這些故事 不是要跟大家說 韓國很危險 大家不要過來 不要來留學 no 並不是的 其實韓國很安全 在全球安全都市排名首爾還是第24名 但是 不管在安全的城市 都一定會有不安全的因素 在哪裡都是一樣的 以前在台灣我都是跟著父母一起住 所以我不會擔心說有人突然闖進我家 但是來到韓國留學後 我必須獨自一個人生活 所以我就會開始關注韓國獨居女子的新聞 那就我這幾年在韓國獨居的經驗 還有身邊朋友的故事 影片的最後我要教大家 獨居女子的生存法則 第一 一定要定期換密碼所的密碼 其實韓國的密碼所非常的不安全 老師的密碼所很容易上面會有磨損的痕跡 新式的密碼所很容易在上面留指紋 所以其實犯人可以透過密碼所的細節 猜到你家的密碼進而闖進你家 第二 包裹上的個人信息一定要撕乾淨 因為之前有發生過犯人透過包裹上的訊息 猜到你家密碼的事件 所以千萬不要讓個人訊息流落在外 否則非常危險 第三 房門的安全鎖一定要鎖上 我們大家都知道密碼鎖非常的不安全 但不知道為什麼韓國很喜歡用密碼鎖 所以你們在進門後或者是睡覺前 一定要檢查房間的安全鎖是否鎖上 如果家裡並沒有安裝安全鎖的話 一定要跟房東反應 請他快點裝上安全鎖 多一層保護也保護自己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希望我今天的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追蹤我的IG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